新生草 同学们早 请坐 今天起 我们开始学习三字经 三字经 三字经与百家姓 签字文 并成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 学习三字经是很必要的 人知初 敬本善 敬相敬 习相远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 已有七百多年历史 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它短小精悍 朗朗上口 千百年来 驾驭户晓 快智人口 三字一句的运文 极易成送 内容包括了 中国传统的教育 历史 天文 地理 伦理和道德 以及一些民间传说 广泛生动 还有严谨意概 古人曰 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 通圣人理 三字经这么好呀 那先生赶紧教我们吧 别急别急 三字经的版本很多 清朝道光年间 堪行的版本是最通行力中 我们采用的 则是民国年间的增补本 三字经的内容 分为六个部分 每一部分有一个中心 今天我们来学习 三字经中的第一句 大家跟我读一遍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继 习相远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继 习相远 这一句种 初是开始 指人刚出生的时候 性 是性指个性 指人的本性 也就是 个人 千天具有的素质和性性 善是善良 习是学习 也指受社会环境影响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人生下来的时候 本性都是好的 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 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 性情 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 嗯 嗯 蜜蜜猫 有什么问题吗 先生 我感觉 我们四人的性格 都不一样 是因为 我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 所以 有了好与坏的差别吗 嗯 看来 蜜蜜猫观察得很仔细 你们四人 蜜蜜猫调皮 哈哈 熊含吼 同学一倔强 同学家温柔 确实是很不一样 不过这只是性格上的不同 还不是好与坏的区别 哎 因为你们现在还小 而海体之时 人人都有一颗纯真善良的童心 先生 那为什么世界上还有坏人呢 坏人的出现 是被成长中不良环境 渐渐污浊心扉的结果 那些人真是的 就那样让自己被不好的东西传染坏了 怎么不知道保护好自己的心呢 也许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吧 可是社会上明明有好些人 明知道是坏事 还是去做的 哈哈哈哈 你们说的都不错 这正是我想告诉你们的 区分善恶 抵制诱惑 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区分善恶很重要啊 这还用问吗 当然重要了 是吗 嗯 我给你们讲一下 农夫与蛇的故事吧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一个农夫 看见一条正在冬眠的蛇 误以为起冻僵了 他很可怜的 就把他拾起来 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蛇醒来后 恢复了他的本性 用千里的毒牙狠狠地咬了农夫一口 使他受了致命的创伤 农夫临死的时候 曾痛悔地说 我欲行闪积德 但学识浅薄 结果害了自己 遭到这样的暴露 现在知道了吧 如果分不清善恶 可是会受到伤害的 哇 我最怕蛇了 要是被毒蛇咬了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